B.A.5已经在社区悄悄蔓延 造船厂指标个案 两名小于五岁跟十岁的儿童 定序都是B.A.5 成为了首例经过证实的家庭群聚感染 指挥中心罗一军研判 感染源应该是指标个案在造船厂工作 把病毒带回家造成家人感染 台大公卫教授陈秀希分析 B.A.4 B.A.5在台湾流行开来 八月中单日确诊将回到三万例 大概在增加个五成到六成的感染率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应该要关注在我们如何能够减低 我们的医疗障碍 减低我们的死亡率 指挥官王毕胜表示 社区内恐怕已经有其他传播链 预估B.A.5本土疫情从八月中下旬开始 至于规模及时程比较难预估 医师审则难推估 大众运输人流指数比起五月中下旬 上升了百分之二十 形成B.A.5传播的沃土 现在染疫率跟疫苗覆盖率 B.A.2每天新增两万多人 B.A.5传播率是B.A.2的两倍 到时候每天会新增多少 民众可以自己推算 但是次世代疫苗 美国最快是九月 台湾当然更晚 建议全面开放第四季施打 应该要全面的开放第四季的施打 大家都打第四季的话 会有群体免疫效应 至少可以预防B.A.4 B.A.5的重症以及死亡 多位专家预估 八月即将迎来B.A.5大流行 纷纷建议指挥中心降低医疗障碍 扩大施打第四季 以免重症及死亡率再度攀上高峰 记者林正坚王一仲台北报道 旺旺水神抗峻疫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